成哥 我們最後一個話題說一說俄烏戰爭好嗎? 好 是啊 俄羅斯和俄烏戰爭現在似乎都有了轉機 即是看到7月31日哈里米亞的感好城市 原本俄羅斯想準備一個海關節的慶祝活動 誰知道被烏克蘭的一個無人機 雜機 他們就沒得做了 接著一個禮拜之前又去哈里米亞俄羅斯一個官用機場 就發生了爆炸 接著最新一宗8月16日上早又有一個基地 同樣是發生了爆炸 都是被俄羅斯佔領的哈里米亞那裡 你怎麼看?我看到贊連斯基現在的禮系就越來越轉眼了 他說要在哈里米亞 戰爭要在哈里米亞 開始就要在那裡結束了 大家去找回社會哥之前說的 我都說了 下一波 我會戰爭下一波 重點就不是頓巴斯那兩個地區 勞金斯克不是頓巴斯 這兩個地區一定是克里米亞 一定一定是克里米亞 所以記不記得前幾個月 梅德韋傑已經說了 克里米亞是土經的心頭肉 誰碰到哈里米亞呢 我們會打核戰 已經是靠客人了 但是西方國家不理 因為很老實講西方國家現在底氣也很夠 已經清清楚了告訴你俄羅斯 不只是你一客人 你夠膽用的話就大家用 很老實講你俄羅斯人口不是那麼多 你大家訂核武啊 大家損失一百萬人的 俄羅斯再損失一兩百萬人的話 你就沒有戰力可言的了 你就全國全國被瓜分的了 這件事是必然的 他都一清二重 所以前兩天俄羅斯就出來說 這個我們不會動用行動的 現在是斷點了 就出來 現在這個態勢 就連司機為什麼會越來越硬呢 正如你自己所說的 最近戰場上面有幾個演變 第一個演變 克里松 就是通過克里米亞的門口 克里松 圍繞克里松 進去克里松城那三條橋 被近俄羅斯的補給 一三條橋 被烏克蘭的軍隊炸斷了 就是克里松已經成為一個孤軍 克里松被烏克蘭光復 是指日可待 光復了克里松之後 下一個就一定是克里米亞 而克里米亞 不難打 因為現在看來烏克蘭那些精銳部隊 甚至歐美訓練的精銳部隊成熟了 那些武器也都到位了 我們看到這三個襲擊 海軍基地一個 這個 這個 空軍 克里米亞的空軍 一個 在跑道上面 兩個 兩次 現在看到這樣的情況的話 基本上是 凱瑪斯的火箭 歐美的 西歐 那些優質的長田火箭發揮了作 精準打擊 打得很準 打得很準 而在未來 克馬斯會越來越多的情況之下 克里米亞你守不住 俄羅斯你守不住 你也不敢出海軍 因為之前問莫斯科號不是沉妙嗎 他出海軍你怎樣救克里米亞呢 如果克里米亞一旦落回烏克蘭的手裏面 俄羅斯整支黑海艦隊呢 就玩完了 不用出了 俄羅斯那些 黑海的碼頭那些 就留下馬路前 就有冤報宣 有仇報仇 有仇報仇 你也都看到 所以俄羅斯 和烏克蘭的戰爭呢 相信克里米亞會有一場大擊戰 而這場擊戰呢 最後呢 就應該是烏克蘭會贏的 因為他的精準武器太多了 現在 基本上呢 烏東地區呢 在戰略上面呢 在烏蘭上面呢 是不會急於去反攻 而是引你的士兵 烏東作為一個調離 萬一克里米亞戰爭呢 因為烏克蘭打得不順手 他就是在烏東那裡侵擾你 就逼你的主力回到烏東那裡守住 所以俄羅斯就想 北韓派十萬軍隊幫他守烏東 但是 金仔 肥仔欣都是狂的 可能是等著收錢啊 還有那十萬的朝鮮兵 守不守得住烏東呢 也都是個問題來的 很多的態勢就很分析 就說肥仔為什麽這樣做 也做個態勢出來給美國人看 如果你美國那邊呢 一旦克亞洲呢 你不是那麽堅持挺住台灣啊 挺住日本的話呢 那十萬軍隊呢 受過精兵去受過訓練 打過仗案訓練呢 就是你美國黑眼訓 他就揮光打落南 就說到明的了 就是有一種什麽的說法 都是練兵的而已 另外一件事就是 現在看到俄羅斯呢 就很多武器 是很多是在中國那裏的零件 是中國那裏引進去 美國不是不知道的 現在是 中國雖然很怕 就是 被你美國捏著頭鞋 你乘機制裁 現在大陸的經濟是怎麽大家知道的 一旦再制裁的話呢 他們非常頭痕 我不是說一定不行 他是頭痕而已啊 但是 正就是這麽情況 我相信 未來一個月內 因為打一場仗 發動一場會戰的話呢 要保住的 現在看來呢 看來呢 因為打黑利米亞呢 必須要海軍、空軍和陸軍的配合 三軍的配合 我相信現在聽說 黑耳松那些士氣呢 俄羅斯軍隊的士氣很差 黑耳松我想指日可待被光復 被烏克蘭 當你黑耳松重新落入烏克蘭手裏面呢 一個黑耳松那個出兵 由北打下去黑利米亞 另外一邊呢 就在奧德薩 由西打向東 而在這個頓巴斯地區呢 作為一個引兵 就是引回你的主力部隊呢 不敢扔那麼多下去 這個黑利米亞 就是海軍啊 外國空軍啊 就隨時在那邊呢 去介入你那個 就是攔截你空軍 海軍的支援 所以 黑利米亞 我看下 未來一兩個月呢 那場是一場大會戰來的 大會戰來的 雙方我想要投入 我想要去到五六十萬這麼多 五六十萬這麼多 所以就已經傳了出來 俄羅斯就傳了出來 星期一就說 哎 外交部那裡 是情報那邊 就是以前的KGB 就是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他說瞞著普京 就跟英國那些MI6那些談話 有沒有辦法可以和談到啊 大家去想一下 怎可能瞞到普京呢 這件事一統都出來的話 你做得情報人員 你瞞著普京你想死啊 普京是什麼人出身 情報出身的嘛 這些人一定是絕對可靠的 你瞞著我去跟人和約談 袁宋煥也是這樣死啦 當年 不是反間的 大家不要瞞著 是私下以和嘛 你私下對手以和 不讓普京知道哪個可能的事啊 其實克里米亞的目的就是 希望透過談談打打 我和你以和 希望你不要這麼快打 克里米亞 就是再逼中國 再逼這個北韓 喂 快點個人來幫忙 還有你看到的人 現在你經常說 俄羅斯昨天出了一段新聞呢 就說這場什麼戰爭 多得 中國那些大疆的無人機呢 令到我們火炮打得很準 這方面整天想拖中國下水嘛 我經常拖 為什麼拖中國下水 為什麼拖不韓下水呢 不夠打 就是他都看到克里米亞是一場惡戰 更加看到一件事 克里米亞未必會守得住 所以才是所謂幫助一個和談的煙幕 希望拖 一拖他又希望 偵襲多點的兵力 訓練多點的優質兵力 希望守住克里米亞 就算守不住 希望烏克蘭多點人犧牲 令你不敢打下去 他的目的在這裏 所以現在看到 我相信未來一兩個月了 我在這裏做燈神 我在這裏夠膽講 一兩個月來 克里米亞會有協戰 大會戰 大會戰 你現在看到的格局已經是這樣的了 而如果俄羅斯 我還在這裏堅持的話 一旦克里米亞 重新進了烏克蘭的手裏面 那下一個又怎樣呢 馬里奧波爾也都會歸回到烏克蘭的手裏面 因為為什麼是馬里奧波爾的港口來的 那克里米亞一旦到烏克蘭的手裏面 俄羅斯沒有辦法再出口的了 即是死守住的海峽 你不用支出 是不是 不用支出 你這些黑海艦隊作廢 全部廢的了 即是去暴雷你已經走不了了 在亞粗海那裏 你無法打下去 至少你說當地烏東那些親共分子 要不你由俄羅斯接收 要不就作為戰犯 作為一個叛國者的處理 任由他選 你的戰略就一定是這樣的 即現在你 即是被人看穿了你俄羅斯的所謂的軍事實力 原來是紫路虎 更何況我們在東方有個A版山寨俄羅斯武器的大國人 他敢不敢打呢 還有這支軍隊這三四十年 三十幾年來還沒打過 中越戰爭當時大家看穿了 當時的解放軍 即是我們講的很好笑 有我的朋友都說 那些AK47 AK47 即是出名的 就不會那麼容易擠彈 M16很容易擠彈的 AK47不容易擠彈 所以是很耐用的 連AK47都擠了 赤手空拳 將越南軍打死 然後搶他們的AK47 來還擊別人 所以中國的1979年 那個所謂的自由的還擊戰 是打得很慘的 還有自由的還擊戰 基本上是鄧小平 利用這場戰爭 真的洗了四夜的陳石林系統 就是陳石林是四夜的 是新林彪的系統 他洗了那一群人 所以是整天吊 整天吊 即是打一支軍隊 打一個師 打死一半人 立刻調回去 然後打另一個師 基本上是要打散軍隊 是這樣做 所以所謂的情越戰爭 不是打得那麼光彩的 即是不是說勝利呀 我們設兵呀 即是你要看多些這樣的資料 你去思考到很多東西 即是所以很多人去想回頭 喂你 中國你敢不敢打呢 即是所以現在很多人說 喂 即是很多藍絲也好 台灣那些洪洞也好 喂 烏克蘭為什麽打 因為北約抗軍嘛 現在普京清晰地告訴你 不是呀 他們根本收復以前 烏克蘭就失地 所以愛沙尼亞波蘭那些 很聰明呀 馬上扔掉全副家庭 一定要撐著烏克蘭 烏克蘭不可以倒 因為烏克蘭一跌的話 喂 就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那大陸就要打台灣 北韓就打南韓 還不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控制不住的嘛 現在為什麽很多人說 為什麽我們習主席說 烏克蘭那裏 如果美軍在烏克蘭撐錢 老習就在這裏動手打台灣 美軍就不敢陷入兩面作戰 你們看下歷史 意思是大家大戰 美國不是兩線作戰 結果是怎麽呀 就是一樣贏咯 剛剛啊 二線大戰就是美國 又去歐洲又在太平洋打 結果是怎麽呀 誰贏呀 咬 輸人不看 一廂情願 又不知什麽叫軍事 就是很多這些人 八國這期很好笑的 你看藍絲那一隻 幾勁有勁有勁 現在怎麽騙美各國 現在不是玩八國龍軍 現在一件事就是 阻止戰爭的爆發 現在和你倒閃 好啊 一堆籌馬隊出來 我帶你一百萬 現在就這樣 你說海峽中線來的 誰來的 誰來的 現在你看到的 這五個議員過來台灣 是否中國出奇低調 跟著下來的那些 他不會低調很久的 因為他下不了台 現在啦 北投會議開完了 數個講完了 你明顯看到要發展經濟 發展經濟而已 那你中美關係要怎麽呢 那他有個解決的 究竟拜登和習近平11月見之前 是否大家要打兩邊 大家拿多些籌碼才去見面呢 所以我為什麽判斷呢 未來一段時間 兩軍很可能拆槍就有過 就是這麽意思 這個情況 你看回未來 由11月 美國最大嚴重的一件事 是中期選舉 中期選舉 大家都要有籌碼去跟人談 中期選舉 美國也要 而這個中期選舉 對民主黨是相當不利的 對民主黨相當不利的 大家都希望爭取多些 國際傳媒的良相 所以 要選舉那班美國議員 尤其是民主黨那些 大家先去台灣打壓卡 是不是 爭取多些知名度 希望選舉不會這麽差 不會這麽差 希望就是這樣 但是 我判斷呢 都不會發展到去 開戰那麽嚴重 但是呢 大陸 因為在拜登之前 肯定要告訴美國 也有一定的能力 在台面上討價還價 你不要這麽過份 美國不要制裁都這麽緊要 你EDA那些 你鬆手行不行啊 不要趕到我這麽絕行不行啊 即是那些 即是那些 即是你到台灣那些 你不要這麽多官方來往 又行不行啊 即是等我在大陸那裏 跟那些小粉紅有些交代啊 好不好 即大陸要跟那些小粉紅交代 尤其是小粉紅 即是逼到大陸那個中英政府那裏 某些政策那方面 他沒辦法不做些事情 去應酬他們 你看到的 軍方不是不夠冷靜的 他看到那些事情 如果這樣搞下去 很多機密的數據會洩漏出來 和很浪漫相材 所以他是剋制著 不敢射這麽多飛彈 射牙球射一閘 射了出來就算數 難道好像石上那麼瘋 真的派飛機上夾他下聲 沒有可能的事啊 這些等於炎鵬酸戰 即是軍方也都很清楚 美國那三隻恐武艦 夠不夠美國那三隻恐武艦 三隻對三隻 夠不夠打呢 軍方一清二楚啊 你那三隻恐武艦 和美國那三隻恐武艦 我夠膽在這裏說啊 我夠膽在這裏說啊 大陸那三隻恐武艦 美國其中一隻 什麽的利波利號 不用出到烈根號 的利波利號或者烈根號 其中一隻 都已經夠你打了 還有大家不要忘記這件事 迫利波利號是一個兩棲登陸 也很清晰告訴你大陸 如果你真的一旦要對台灣封鎖搶灘登陸的話 因為它是有登陸作用的兩棲的嘛 一來巴利號 米利堅號也是 它一下子就在台灣東岸 就是西岸被你搶灘 佔另一些港岸就在東岸登陸 登陸完之後上來就去補給 已經很清晰地告訴你戰略就是這樣 已經告訴你 好像捉棋一樣 喂你捉捉嗎 我就這樣做 就等於現在烏克蘭這樣 就是習年斯基很清楚告訴你聽 告訴俄羅斯和普京聽 戰爭由克里米亞起 就必須由克里米亞結束 OK 就是說他真的聽到我說 聽到整天那一周半段 一定是克里米亞 必然是克里米亞 走不掉 因為你一定 因為克里米亞 告訴你習年斯基一旦攻附到克里米亞 英國會駐軍美國會駐軍 一旦英美駐軍落了克里米亞的話 蘇聯和俄羅斯的黑海艦隊 就全部的船都炸了 我們做揮鐵 看回地圖就知道 明白我說什麼了 這個是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說 包括基辛格系統那些 克里米亞的割地球和 四五十年前的割地球和思維的話 這一套觀念 在西方的學界裡面 已經慢慢被淘汰了 那地是求不到和的 基辛格你自己搞錯了 當年1972年和黎順 在巴黎和會 中月、美月的巴黎和會 談完之後 又說雙方保持 一七線那個距離 最初那兩個月是 然後再打你 一退一步 一聲再踩一步 基辛格這些 多受焦慾 就是這些人 他記不記得兩個月前 他還說 烏克蘭無可避免要割地求和 現在烏克蘭司就告訴你 他不要 所以現在求和的是誰呢 現在看出俄羅斯 因為他都看通了 大家看戲 由這個到年尾 會有些 有些大 國際之間有些大事 真的有大事 包括兩岸 這個 大家 放牆雙眼看 買好花生 大事是好事還是壞事 常惠哥 有事都是好事 香港沒事的 你放心 香港是 由現在到年尾 香港就是 記緊一件事 不要丟垃圾 千萬不要丟垃圾 因為現在是做清潔香港 香港這幾十年搞得最成功的 大型群眾運動 就是清潔香港 只有一個 其他人 想問一問 如果你的觀察 其實烏克蘭 俄羅斯好像都在敗 這個可能是你的好處 可能這個結果 可能都是幾點的 差不多是這樣的結果 如果是這樣的結果的話 中共打台灣不夠膽打 不可能打全市 中共打不打台灣 會不會被民族主義分子逼到不能不打 去打台灣是兩個前提的 第一個 經濟陷於極低谷 極低谷的經濟陷於極低谷 各地人民 各地人民生活不了 即是太多抗議活動 反對中央 他必須要借了外力 扯開了注意力 來保障他的政權 第二就是軍方 他的資源不足 他希望透過一場戰爭 拿到他自己的要贏 包括名與利 利就是那個軍費 中央軍費 打不打得贏 一回事 但我一旦開戰 你中央一定要撥錢來給我打 那條數是數二百億計的 你看俄羅斯 只能明白 我有戰爭打 戰士邀功 必直乾哥成勇武 即是你一定打仗 肩膀多幾顆星 多幾顆星 我日後退休生活 在軍委說到事的機會就大了 所以 是取決這兩個條片 國內所謂的經濟壓力 他必須要轉移那種注意力 就要打台灣 第二就是軍方 他希望拿到他的好處來打台灣 就兩樣都是逼中央去做的 你說習近平本身他要不要打台灣呢 起碼這一兩年不會 他沒有這個能力 但是 很多人看到了 2037年你都有一個連任危機了 而這個北戴華會議多多少少呢 吹了一封出來都說習近平要在任內要解決中國統一問題 現在你看到的 你那個白皮書公佈了出來 你已經基本上放棄和統了 你基本上去和統 你要走武統了 走武統不就是要打咯 就是告訴你要打咯 所以現在你在台灣 沒有人再講九二共識的了 你白皮書一出來已經告訴你 不是和談了 就是要打咯 還搞什麼二共識呢 和你提台灣九二共識的人 就是他反對的人已經提到一個方法是很好的 九二共識你現在講了三十年 這三十年來 大陸有沒有同意 同意 就是默許你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事實呢 沒有過 沒有過 那你請問你這個九二共識用來做什麼呢 即是你既然是無論怎樣 早晚一戰的話 你何必早些準備呢 你唯有就要做這件事咯 在這個 他也傳了出來咯 哎呀對台灣去了 可能發動核彈攻擊 唉不要嚇人了 真的不要嚇人 第一 不敢立刻核彈 因為不只是理由 台灣沒有核彈的嘛 你覺得現在台灣 是不是大家講這話 那些GOL好什麼呢 那些藍絲也好 你是不是覺得現在做的核彈是很難的 當中東一些恐怖分子都自己弄到 會弄核彈的 台灣最後有一個 一個堅實的科技後盾的人 現在也有核電廠 現在交通 很老實 我講些少給你看 三四十年前台灣已經是 基本上可以成功研製核彈的了 被美國禁住而已 被美國禁住而已 八十年代一個叫張寬義的 就把這些資料呢 就瞞著中國英國之後 去美國 報了台灣要發展核彈 被美國兜不蓋 中國英國立刻要關掉核子反應 但是現在這個烏克蘭之後 大家看到如果烏克蘭當日不是放棄核武器的話 他未必被人打的 俄羅斯有顧忌的 當你要滅亡我的國家的時候 我什麼東西都扔出來的了 是不是 就這樣了 你要滅了台灣 你要血洗台灣 將台灣全部再教育 而今時今日的台灣 你現在大陸是搞到自己在台灣很欺憎 在這個情況之後 我沒辦法不扔你核彈 對不對 到時候就天下大亂了 對不對 就是不要經常說 動些開口埋口 用核彈去對付自己人 老長時期已經在六十年代 已經以色列跟老長 談好了是可以去搞核彈的 老長已經講到明了 那時候 不要用核彈傷害同胞 當時馬克阿西在五十年代打韓戰的時候 已經跟老長已經跟美國對老門政府建議 對老門是同意的 用核彈去炸中國的願望 蔣介石反對 不可以用核彈去炸同胞 蔣介石也看通這件事了 不要這麼幼稚 核彈是這種阻嚇 但是不會真的用 你真的用是很嚴重的 非常嚴重的 是亡國 誰用是誰亡國 國家一定會被分裂 因為幾個核彈強國的話 他一定會動手 還有你不要忘記了 現在美國已經跟你說了一段出來 美國七十幾艘核潛艇 有四十一艘已經佈在西太平 在哪裡你知不知道 那些核潛艇 起碼一半是可以發射核彈彈頭的 十六至二十四顆 哈哈 哈哈 不要動一點跟人說核彈啦 不要這麼幼稚的大家 真的不要這麼幼稚 你覺得中國有什麼反潛技術 你差不多美國的潛艇 因為美國在深海 在深海的運作 而在大陸的潛艇 第一你出不了第一道鏈 第二你的潛艇 除了四隻俄羅斯基諾級潛艇之外 其他的潛艇非常吵吵 現在的科技系統 現在的升級系統很快聽到你 很快就偵測到你那個位置 你是很多潛艇的中國 全世界最多潛艇的中國 就是那些漢級啊 那些大佬啊 那些是五十年前的潛艇 你不是想著用這些來 跟美國人打 你沒什麼打的 094啊 現在是要做一個093 093是靜一點的 但是最主要的問題 你出不了深海 潛艇你出不了深海很危險的 你要出到深海人才看不到 偵測你不到 300至700呎 這個水位那裡重遮 升級才到不到 但是你南海也好 唐巾海也好 你都是很淺水 唐巾海也有100百十米 水深 你一嘟下去已經探測到你 你這點大陸 所以 唉 真的 戰亂呢 大家都不想 但是更加不要輕啟戰 不要因為個人的一種這樣的 一種這樣的幻想 一種這樣的理念 可以令到生靈涂炭 死的都是老百姓 好嗎 其實最新的消息 我看到有一篇報導說 黑爾叢地區 這個地區原本是被俄羅斯召佔了 有一個新的報導說 它駐紮在當地的俄軍 第49集團軍 已經是非戰鬥人員 已經開始撤離 沒有了 因為有幾天幾個月在那裡炸斷了 然後後備沒有卡去不了 去不了 就必然的了 一打到黑爾叢就是 兩個角 就是兩把刀 一把在北邊 一把在西面 就插著這個克里米亞 克里米亞都說未來六十天了 克里米亞會血戰 是呀 英雅南炸毀了 炸毀了通往哈爾叢的幾座橋 那你從那些軍那裡走 斷了他的後路 是啊 斷了他的補給 這招是學林彪的 說圍圈打點就是這件事情了 圍著你 你哪個援助就援軍 所以他看到他馬上要走 如果不走就走不了的 不走一圍圍了就沒有了 全部要投降了 都說你黑爾叢很快光復了 光復完黑爾叢就下一個就是克里米亞 而最主要黑爾叢如果被烏克蘭光復 普京的臉就無光了 記不記得當日 是不是紅軍建軍幾年 還是什麼衛國戰爭幾周年紀念呢 普京特地將克里叢被攻陷呢 就是作為一種表揚的嘛 現在 還有他的戰跡 還有他的戰跡 就是現在你這樣看到 克里叢重新到烏克蘭那裡 就一巴掌蓋在普京裡 掌蓋到認一認 但沒有了 我想可以從這一兩天 光復的了 如果聽你這樣說 待會我看回新聞 可以從一光復的話 然後就一定 給多一兩個星期去暴署打 打開你就會走 必然的了 現在你要計一下 那些精兵差不多訓練完了 歐美訓練那些烏克蘭人 就是一開戰的時候 就是二月開戰的時候 很多人投口軍隊的嘛 那些人去訓練 現在開始出來的了 那些是老虎來的喔 西式訓練的喔 全部操縱西方武器的喔 西方是長程打擊武器來的喔 就是你打不到 是他打到你的武器的喔 熟習了用那些 又多了無人機 又加上最主要的海軍 海軍 就是你老實說 一打到某個階段下 說你很難保證 會不會聯合國或歐 尼圖北約會介入 做一個和平部隊去管理哈利米亞呢 就好像當天方索玉那樣 會不會呢 大家都看到的 所以俄羅斯 我看呀 保不了哈利米亞 保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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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